我在5年前体检时,检查出身体的一些指标异常,复查后,被医生确诊为慢性肾衰竭,医生说我的肌肝已经高达600多,肾脏已经萎缩,差点就尿毒症了,听到这样的回答,当时我就猛了,一点也不相信自己竟然肾衰竭了,平时连感冒,发烧都非常少得,怎么就突然这么严重了呢? 一,保证充足睡眠,充足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关键一步,无论是自己本身的精神状态,还是体内的器官都需要休息和调整,才能可思其直,更好的发挥其作用,肾脏作为我们的排毒器官,每天白天都要完成繁重的排毒工作,只有晚上才会睡觉,但是如果我们熬夜,通宵,肾脏会无法正常休息, 超负荷工作,长时间下去,就会使肾功能下降,也发肾脏损害,于是出现肾脏病,充足的睡眠会让肾脏有充分的休息时间,减轻肾脏负担,有利于病情的恢复,二,肾脏在于排毒,除了肾脏之外,皮肤,哈腺的也能排毒,多运动可以使全身血液流畅,帮助身体排毒,减少对身体的损害, 我们可以做一些轻款的运动,比如散步,太极,瑜伽,几次行车等,身体微微出汗即可,且不可大汗淋漓,三,饮食要营养之可,我们都知道,不良饮食习惯对身体的伤害很大,肾脏受损的原因,除了原发性的疾病以外, 还有疾病性疾病,如高血压,糖尿病,痛风等,这和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,高盐,高脂,高票率,逆不可分,久而久之,亦诱发疾病,从而加重肾脏损害,增加肾脏排气负担,日常饮食,应多吃蔬果,苦类,低脂食品,地鸡豆类,坚果等,少吃高盐,高脂,高票令的食物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